作曲 李宗盛 郑成功手下有原大将叫于心 这于心呢 是福建泉州人 这人可有两下子 吕立战功堪称是一员虎将 从打的投靠郑成功开始 大仗小仗身经数百战 每次都打胜仗 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长盛将军 颇得郑成功的喜欢 颇格提拔 今天荣升先锋营的祖镇 手下有六七千人 这个人呢就犯这毛病 提拔得太快了 哎 身上有了光环了 就有点忘乎所以 这个于心呢 作战虽然勇猛 但这个人有点骄傲 现在眼里他没人了 跑出郑成功之外 什么人不在他眼里的 没事还爱发牢骰 老觉得大将干辉 比他身份高 马姓比他高 官比他大 还有点不服气 暗下决心 这次攻打南京 我呀 一定要抢头一功 拿下来之后 国姓也肯定 颇格提升 我就压过这些人 所以说是 一人之下 众人之上 这才心满意足 这是头一个毛病 再一个毛病 他很重义气 原来在泉州的时候 他跟帮弟兄 磕头败了靶子 这帮人都跟他 保了郑成功 现在都在他的志下 他就讲究哥们够意思 把这些人都提拔成 大大小小的领兵官 所以这帮人也忠于他 换句话说 就是于心的死党 于心叫他们干什么 他们干什么 就形成了一个小帮派 另外于心还有个毛病 在他治下的军官也好 士兵也好 非常松散 抓纪律抓得不严 于心就想 这些人多不容易 我从这时候过过 出生入死的 禀寒兵冒酷暑 几经生死才到了今天 争一个眼 喝一个眼 有好吃的就叫他们吃点 有好喝的就喝点 至于玩女人 这是人之本性 算了吧 作为领兵官要这样 放任自留 这个几率好得了吗 就是因为郑成功抓得太严 他还不太敢放送 比较而言 围困南京的三十二个镇 属他这个镇 几率最差 毛病就出在这儿了 现在大军围困了南京 因为郑成功答应了 郎庭所提出来一个月的期限 所以这些日子没有开兵建仗 那每天跑出练兵去干什么呢 这鱼心的部下 抽空 上江边钓鱼去 打了鱼回来 往锅里一下 油一喷 小酒壶一掐 这就喝上 钓鱼的钓鱼 打猎的打猎 有的偷着还玩女人 这鱼心呢 一贯是这样 大不见小不见 他也不管 他跟这几个铁哥们 每天在中军保障巨掩 大吃大喝 所以这个纪律非常松散 就这件事 能不传出去吗 就被左镇都督 马信指的信 马信是最忠于郑成功的 而且这个人十分耿直 抓纪律 抓的也比较严厉 当他听说之后 气功两类 连夜就禀报了郑成功 郑成功是火爆的脾气 你听什么 大胆的淤心呢 你想干什么 大敌当前奸诚未破 你背着我不知道 你想造反啊你 军队松松垮垮 怎么能有战斗力呢 张英何在 张英出版剑里 张英现在官拜郑成功手下的监军 专门检查纪律 张英在 拿我一支大令 敢被于心的先锋营去查看查看 是不是像马将军所说的那样 张英马上带着禁卫军四十名 举着大令 敢问先锋营 你先锋营离郑成功的中军保障十五里 到处都是战好 到处都是军兵 都是郑家军 这张英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盘算 他算起什么呢 先说于心啊于心啊 你啊 要倒霉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你是知道的 大将军王爷最烦的 就是军纪松弛啊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你要倒霉啊 哎呀 这会叫我查处你 我怎么办 因为这个张英啊 跟于心私人感情不错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贪心 没事在一起下棋 彼此都比较了解 因此多了一层顾虑啊 他心里盘算着 到那怎么办呢 大将军没有直说怎么处分 把这全给了我了 哎 到那见机行事吧 就这样 催马到了营前了 有人禀报于心 总监军张英到 这于心这心就一翻个脑袋 嗡里着 张英怎么来了 他官拜总监军管着我们呢 那也是国姓爷 价钱的红人 没好事 没好事啊 他半天没说出话来 他的铁哥们 张天左 黄天右 也值得不好 大哥 怎么办 怎么办 那怎么办 来了 硬着头皮就得接呗 看来没什么好事 那 那咱们是不是 哎 是不是什么呢 是不是也得接 他代表大将军 列队营接 于心这心里的七上八下 帅领众人出了圆门迎接 此刻张英已经下了马 怀抱着大令 金盔金甲 跟天神相似 于心强不其身过来 一攻扫地 呦 监军大人 张将军您怎么来了 快离边请离边请 张口监军长 是闭嘴监军短 张英直皱眉 冲他白白手 来到中军保障 分宾主落座 张英还没等说话呢 于心沉不住气了 监军大人 有事 哎 于将军 你还问我吗 我还正想问你呢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看见没 这是大将军的大令 哦 究竟我犯了什么事 哎 于将军 你犯了什么事 你心里清楚 我问你 你这个纪律 你怎么抓的 有人没有人 去钓鱼去 有人没有人 喝得烂醉如泥 另外 你手下有没有人 玩女人 哎 大将军都知道了 辽古之长啊 于将军啊 你说你应该怎么办吧 我此次来是放了大令 前来查处 于心一听 人库通就跪下了 哎呦 监军大人 冤枉啊 冤枉啊 对 对 起来 起起起 你我弟兄 别撑这官 撑这官 我心里难受 什么监军 你就坐下跟我说 那大哥 我跟你实说 我真不知道 这谁说的 血口喷人 胡说八道 这叫给我栽赃陷害 哎呀 张英说 这事啊 你也不能这么说 你应当查处 查处你的手下 也可能你不知道 也可能你放纵 你的为人 我心里最清楚 你讲就够意思 你张嘴就说 大伙不容易 闭嘴也说 这些人太苦 是不是这两篇 你闲着没事了 你有点放纵 张德哥 你说的我心眼里去了 的确如此 但这事我确实实 我不知道 怪我顽固之手了 我一定严厉查处 要查处某人 有这种现象 按军阀从事 好 但愿如此 但愿你不知道 大将军 没有说的太详细 就是叫我到这来 查看查看 一路上我就盘算着 但愿你没有此事 我说兄弟 千万不能疏忽大义 大逼当前呢 你又是在最前面 一旦敌人开城作战 你这松松垮垮 怎么应敌 你说师父 对不对 你说的太对了 我一定严厉查处 然后向王爷我去请罪 好吧 你这种表现和态度 还是不错的 我如实向王爷禀报 好吗 千万不要马虎 我知道 白酒 不不不不 我还敢喝酒吗 最好你在军营之中也借酒 明白吗 我又错了 我又错了 那我不多待 马上我回去了 见着王爷 我多给你加美颜 也就是 张大哥 多请你关照 你当今是王爷面前的红人啊 在大将军面前说一不二 希望你善言之 我狠抓纪律 也就是 行行行行 又唠了一会儿 张英起声告辞 张英回去跟郑成功这么一说 郑成功一想 就这么麻麻糊糊就完了 可又一想 大逼当前 给他敲敲警钟 也就算了 下不为例 也没深究 张英走了之后 这于心是破口大骂 刚才他这叫演戏 哼 祖祖奶奶都骂出来了 这是谁干的 谁他妈在郑成功面前 告了我一桩啊 哎 叫我舌头跟着的老婆娘 他娘着来的 我明白了 妒忌我 我想也提拔我 他妒忌 我立功了 他妒忌 我打胜仗 他还妒忌 搞事 将来我再跟你算这笔账 他那些死党也说 大哥 甭问 没旁证 谁 马姓呗 马姓就爱干这个事 他现在多红啊 身边左右 都是他的密探 他派人打听这个 打探那个 然后他好立功 肯定 他在国姓员面前 交车的根子 把名给卖了 这马丑伟 我记着他 等完了再说 我告诉你妈 最近两天 多加小心 酒先不要喝了 谁玩女人了 快把女人打发出营去 我怕国姓 也亲自来查看 要给赌生可麻烦了 听别念 到时候不听 我可按军法从事 就这么 他把令箭传一下 表面上整顿军机 实质上松松垮垮 惯了 三句话两句话 就能彻底跟出吗 按地之中 疑然如故 咱没说吗 倒霉倒在这上了 一日两 两日三 突然在这一天 也就是半夜 一点钟左右吧 于心正在熟睡的时候 就听着外头 炸的鼓鼓来 鼓 咔 动一打 咔 冲啊 咔 咔 今天动地 把于心在梦中惊醒 这一呼噜声坐起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报事的人进来 鲍鱼将军大事不好 清兵杀出南京城 知仆我军 前方战斗激烈 请将军示下 带马抬刀 他冲冲忙忙 饼盔换甲 罩袍树带 来到外边 飞身上马 手贴大刀 带着清兵卫队和将组 直接奔南就冲杀来了 到哪里喊 正大交手上 这清兵怎么那么大的胆子 滔滔冲出城门 越过三道豪沟 直扑于心的大营 于心 纪律松弛 昨天很多士兵喝酒都醉了 到现在熟睡未醒 有的把脑袋掉了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幸亏自己来得及时啊 于心高声喊吓 弟兄们 把清军消灭 别让他们得逞 跟着我冲啊 冲啊 舞动他 经过一场厮杀 满地全是尸体和伤号 于心血染争袍 一鼓作气 把清军杀退 不仅如此 他追杀清军 只追着沪城河边 城头上乱剑齐发 无法靠近 他这才掩军退回 这回来到营门 他这一看 他乐着 未成 得的胜利品是堆积如山 枪刀器人 裸骨 打齐 军人用的东西多了 回将军 报将军 这是我们得的胜利品 报将军 我们还抓住七十多名俘虏 我军伤亡多少 受伤的不到一百人 都是轻伤 死了三名俘兄 死者后葬 受伤者 好好养伤 把俘虏 给我带回大帐 本将军要亲自审问 就这样的回了大帐子 高兴 心说这清兵还值得一打吗 你看看 我一个冲锋 就把他们击退了 哎呀 国姓爷呀 有时候 胆子太小 像对付城里 这清军一股作气 就打进城去了 还围着他干什么 哎 咱当不了家 说了也不算 no 他心里想着 坐在中军报仗 这俘虏五十多人 得找那当官的 其中有四个当官的 拿省捆着 推上来 最大的官是营官 这营官是领兵官 官小 权力大呀 他知道许多军事秘密 把这营官给推上来 营官吓得 哭头就跪下了 参见将军 参见将军 将军饶命 我也是迫不得已 别害怕 你姓什么 在下我姓鱼 姓鱼 哎呀 遇上一家子了 你叫鱼什么 我姓鱼 我叫鱼铁 好 好名字 你不别害怕 我们优待俘虏 只要抓住你了 你这命就算保住了 哎呀 多谢将军 多谢将军 于铁啊 跟我说点实话 你们今天晚上 为什么出兵了 谁派你们来的 是我家两江总督 郎平佐亲自下的命令 让我们齐袭 你的营盘 他真有胆子 还敢出兵建杖 不罢我们国姓爷吗 那有什么办法呀 也不能困守孤城啊 我们总督大人的意思呢 也得打两仗啊 要不就叫朝廷知道了 我们一次仗都不敢打 不就更担责任了吗 换句话说呀 这就是走走过场而已 哈哈哈哈 跟我想的差不多 那你一大顿顿 我投靠将军 将军要收留我 安前马后 我怨气要全马之劳 好 好啊 不过人心隔肚皮 做事两不知 咱没共过事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 真的是假的 暂时你得受点委屈 当然 把他给我压下去 好吃好喝好招待 不准难为他 过以后再说 哎呦多谢将军 多谢将军 又审问第二个 第二个是个少官 也管了一百多人 跪到面前不住的磕头 将军饶命 将军饶命 姓什么 我姓赵 啊 身居何之 我在满达子手下 为少官 嗯 我且问你 郎平左的部队 士气如何 将军您还用问吗 士气低落 不堪一击啊 大家守在城里 是怨声载道啊 就盼着援军赶快来 哈哈 援军 你们那援军在哪呢 再说有援军 远水不解尽渴呀 到那时候他们来了 黄瓜菜都凉了 是是 您说的一点都不讲 城中还有什么情况 嗯 回于将军 有事儿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 说吧 我问你什么 你就说什么 哎哎 回将军 嗯 听说 所有的士兵吧 背后都讲着 愿意投城 可能最近就有人 打白旗 出城投降啊 嗯 希望将军高抬贵手 不要伤了这些人 一旦伤了 今后再出的人投降 他就不敢了 哦 有人投城 是 有一位将军喝醉了 此人 姓朗啊 叫朗千坤 大概过几天就能出城 因为他喝醉了 酒后吐真言 他骂骂咧咧 说满打子尝不了了 留个猪蚁 这算个什么玩意儿 我迟早 我要弃暗投明 哎呦 于心一听 眼睛就一亮 他手下管这多人 一千五百多人 行啊 哎 我说赵少官 今天咱破例 我把你放回去 你烧着我一封密信 交给要投诚的这位将军 如果他真想投诚 两日之后打白旗出来 我肯定优待俘虏 我在国姓爷面前 众诸地薄举一趟 你看到没有 多谢于将军 多谢 于心心说话的 郑成功手下的人 不是妒忌我吗 我这回要办一件大事 我叫他惊天动地 我看你们谁妒忌我 哎 其实这么大的事 这应该禀报 郑成功啊 这郑成功拿主意 这于心呢 想要立功 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所以跟谁他都没说 自己就做主了 把这少官就给放了 果然三天之后 城里头出了一千多人 举着白旗 投降了 于心喜出望外啊 把这投诚的军兵 接近营盘 就在眼皮里下 扎了连营 扶育这些人 你们好好干 跟着国姓爷 跟着本将军 你们放心 我们绝不歧视 一定按照你们的功劳 晋升你们的官职 不管当官的 当兵的 优厚待遇 这些人是千恩万谢 见我卧榻之旁 出了一只猛虎